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立法会选举投票在今早早7点半开始 超过300万名登记选民 可以在所宿票站投票 选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70个议席当中 一半35席由地区直选产生选出 另外一半35席是功能组别 如果选民没有在传统功能组别登记 就有资格在被称为超级区议员的 区议会第二组别投票 投票在晚上10点半结束后 就会开始点票工作 有选民说受到社会大事影响 决定要透过选票表达意见 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有国教 又圆水 接着有什么联资金收五千万 接着有什么利波被人拉走 你都掃不完 你会觉得你自己不关心客人 就 你不可能对这些东西全部冷眼旁观 希望大家都 明明大家平时在社会上 已经见到很多年自己不满意的 那你就怎么说 即是投票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一票去告诉 这个社会质疑你想怎样 那些做得到的 这样说这样做的 说得出做得到 就是有兑现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 几十年了 六十几、七十年了 老香港 我们立即看看最新的投票率 自至上午8点半 投票人数有49,420人 一共投票率暂时有1.31% 我们再对比今届和上一届的投票率 黄色巴是今一届的投票率 至于蓝色巴是上一届的投票率 自至上午8点半 今届的投票率是1.31% 而上一届是1.32% 即是换言之 投票率比上一届少了0.01% 再看分区投票率 至至早8点半 暂时依然是港岛区的投票率是稍微跑出的 而投票率最多 就是有1.44% 至于第二位 就是九龙西 投票率是1.38% 而九龙东 投票率是1.33% 而新界西 就是排第四 就是投票率有1.29% 但新界西的选民人数是最多的 但投票率暂时是1.29% 至于新界东 暂时投票率是1.19% 我们再看看俗称超级区议会的 区议会第二届别选举的投票情况 现在的投票人数是44,613人 投票率是1.28% 而九龙西选区 我们的记者黄思恒 现在在美孚巴士站 Kacey 投票已经开始了超过两个半钟头 早上出来投票的市民多不多? 是的Stella 今早我们整天都在美孚这里 陆续看到有市民 都一直在票站投票 其实在票站开门之前 都已经有市民提早在外面等投票 我们有同部份选民谈过 他们就说 选今届的立法会议员 实事求是是他们挑选的主要准则之一 他们都说 会看回政纲和以往的政绩 去决定投给哪一位候选人 而在美孚巴士站 这个主要拉票区 虽然今早都看到不同的阵营 都有在派发宣传单张 不过就未见到有候选人 是亲自出来拉票的 相信他们稍后在美孚这边的 拉票活动都会陆续展开 我们会在现场跟随最新的情况 先交给新闻报 谢谢Casey 我们接下来看看 行政长官梁振英 去到罗边神道票站 就立法会选举投票 梁振英先后将公民组别的选票 和地区直选的选票放入票箱 特首夫人梁唐清怡也有投票 梁振英呼吁市民拥约投票 对于近日陆续有候选人宣布棄选 梁振英说 在选举法例下 候选人没有弃选机制 选民有自由选择不同的候选人 选举法例下 选举法例下是没有弃选机制 所以在选票上所有的候选人 都是合资格的候选人 我相信选民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选举是民主选举 在选举当中的民主 看完在什么呢 看完在选民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选民是不需要人家教他们如何投票的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立法会选举投票之后 说过去一届立法会议会分针不断 甚至影响社会发展 呼吁市民利用选票 选出合适的立法会议员 但是过去几年 我们见到议会上的纷争 是不断加剧 亦都不断来号 有时候一些去开拓经济 改善民生的建议 都是被长时间的言误 或者甚至是无疾而终 面对这个现象 我完全理解部分的市民 是感到很失望 和是无奈 但是正正由于这个现象 我希望每一位登记的选民 都要珍惜他手里面的选票 是今天出来投票 他们的一票是为香港的未来 投下信心的一票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 拒绝评论 如果有鼓吹港独候选人 当选立法会议员 一后会否被取消议员资格 今天我们不评论个别的情况 或者是个别的个案 但是呢 在刚才我英文的回答 你这样都说过 就是我们过去呢 亦都很清晰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 港独是违反基本法 亦都不符合我们香港整体的利益 而且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有相关的法例去处理一些违规 违法或者是舞弊的行为 若然是有任何这些行为出现 我们是会跟进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去到港岛西营盘的票站投票 他说选举主任等票站人员 将选票等物资预先存放在家 做法沿用多年 有监察机制确保投票过程公平 选举管理委员会是需要将一些物资 亦都包括这个选票 是在今天7点半之前 是透过票站主任和高级同事 来妥围来处理 这个程序呢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了 在我20多年前 我都担任票站主任的时候 这个安排都是一致的 投票时间完了之后的 开箱的程序 点票的程序 全程在500多个票站里面 都是会有候选人 或者他们的代理 是全程监察的 故此呢 就在这个互相监察 和是这个全程 是以依法来到去 给所有的候选人和代理 都知道每一个步骤是怎样进行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是非常之稳妥 亦都是行之有效的 立法会选举消息暂时看到这里了 下次会交给曾石芯 讲下其他新闻 不了 进口 我们下期再见